说起SUV 我想大部分人想到的都不是那些合资品牌 进口车 而是我国长城旗下的哈佛H6 这款车自上市到现在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了 可以说是一款从上市就一路走红的车型 最近一年的销售数据显示 哈佛H6的月销量就没下过两万台 堪称国产神车 人尽皆知 除了曾被新上市的博越抢过一次风头之外 七年来稳居SUV销量第一 在国产车里谁敢与之一战 这款车在问世的时候 就让很多人对国产车的形象有了很大的改观 这款车的造型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浅卫 即便放在几年后的现在 也不能算过时 外观不仅大气时尚 同时也不缺乏运动感 前脸又非常有层次感和设计感 首先在颜值上就收获了一大部分思 也难怪有如此大的销量 内饰方面 18款使用了三幅式的多功能方向盘 区别于17款的四幅式 在空调出风口方面 17款采用贯通式设计 而18款采用更普遍的分布式空调出风口 中控屏幕都采用了内牵式设计 挡杆没有发生变化 都是游艇式挡杆 此外 这款车拥有2680毫米的轴距 相对来说空间比较宽敞 动力方面 这款车搭载了1.5T和2.0T的GDIT发动机 匹配了6档手动变速箱和7档双离合变速箱 拥有三种动力参数配置 分别能够输出150匹马力 169匹马力和197匹马力 动力选择非常多样 能够满足不同人情的需求 这款车外观动力都相当优秀 国产SUV之王当之无愧